曾经称霸世界高尔夫球团的球星老虎伍兹 星期一凌晨三点 因为涉嫌在酒精毒品影响下开车 在佛罗里达州一处郊区被捕 根据当地警方公开的视频 伍兹把车子停在路中央 神志不清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身在哪里 要去哪里 为了测试他是否酒驾 警员要求他直线行走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伍兹却怎么也完成不了 迈开的脚步不是往右边歪 就是偏向左边离线好几次 接着警员要求他顺序念出英文字母表 问他是否还记得指令 他反问警员是不是要他向后唱国歌 之后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 念出了26个英文字母 完成测试警员要求他双手放在背后 然后戴上手铐带回警局 视频公开后令伍兹的粉丝感到揪心 伍兹在被捕当天的几个小时后 获准保释外出 NTV7综合报道